我愛你, 我愛你 這個死胖子 吃你的菜, 睡在你的隔壁 但心裡想著死鬼前妻 真是太過分了 其實我只想她的心有一半有我 一半有唐姐 難道這樣也算過分嗎? 什麼一半?當然要全部 你那個官人不是只有一半嗎? 我說的是心 她的人是分了一半給大妹妹 但她的心在我身上 有時候我真的很生氣自己 她願意欺負一個不在這裡的人醋 那個還要是我唐姐 你再扶她才吃醋 我來問你 你為了肥波開去得多盡? 多盡也行 那就來家出酒吧 讓她沒口吃, 沒睡覺 讓她掛念你 她一定會死死氣, 求求你 大妹妹, 我是一場姐妹的 你跟我說這些 你別過來 好…我溫柔一點 謝謝… 我會舒服一點 陳歸常 姐姐, 二嫂?大妹? 別以為是自己的地方 就可以在光天白日之下拉拉扯扯 讓親朋戚在這裡看見 你以為人家靈命好還是眼睛好? 二嫂, 剛好我剛才突然間抽筋 阿姑人幫我按摩 是呀…我幫她按摩而已 是呀…你是大夫嗎?你會抽筋嗎? 是呀…這次是我不對 是呀, 我下次會多加留意 大娘子, 你別生氣了 姐姐, 我先回房間 不知道可不可以呢? 我扶你, 大妹 大娘子, 你不是說很喜歡 食尚清流的招牌餃子嗎? 來…青蟲 我特地買回來給你吃的 你和妹妹吃虧吃剩才拿回來給我? 不是, 我特地買給你吃的 來…我們坐下吃吧 算你 小妹, 有飯吃了嗎? 快餓死我們了 春雪他們正在打碟 你這麼趕著吃, 就去叫二嫂回來煮嗎? 你說什麼? 是你二嫂自己吃乾燥走了 我就這樣叫她回來 豈不是助長這種歪方? 老公, 老三, 你說我說得對嗎? 二嫂去陳虎站住幾天 也有叫人回來說聲, 算是有分寸的 就當我放她幾天 她想清楚知道自己不對就會回來 大男人, 哄哄夫人洗死的 那又不是大男人 如果我做錯的 我蘇東坡的性格我一定會承認 但這次我真的沒做錯 勞虎問我, 心中事 此意偏移, 雪向宮 一片靈台, 名此鏡 恰如明月, 正當兇 這签叫你反省一下 問問自己有什麼不妥 你到底懂不懂解釋? 不是的, 快鏡掛在胸口 當然是用來照顧人的 是叫他老爺反省 怎麼叫他自己反省呢? 那結果是怎樣? 那签文有沒有說 結果我們會不會和好如初? 那签文沒有提及 你跟著菩薩指點就不會錯了 你那個知道 有誰解籤?比我家觀人好得好 那給別的解客也好, 謝謝 你… 庇約金輪, 放逼矣 暗遭羅網, 四邊圍 絲量無計, 翻身出 命到全關, 苦獨卑 那是什麼? 千文說你現在生活得很如意 但不知道周圍已經危機四伏 要你小心點 否則大小已去的時候就後悔莫及 什麼?我現在會危機四伏? 還說我會大小已去? 不是我說的, 菩薩說的 總之一個月之內千萬不要發脾氣 發得隨時臥重天降 你想我祈福而已, 我真的沒那麼笨 信不信由你 菩薩不會點一條黑路來走 菩薩當然不會點一條黑路來走 你會呢? 菩薩 菩薩, 你沒事吧? 你怎麼樣?菩薩 好暈… 真是佛都有火 老爺…你快去看看夫人 什麼事? 夫人病得很辛苦 怎麼會這樣? 這次好好的還龍聲苦猛 夫人昨天是死撐的 其實她已經病了幾天 昨天她已經看了大夫 不過怕那些藥苦, 所以不肯煮 不肯吃藥是假的 想要我這劑心藥就行 大娘子, 你看得怎麼樣? 瘋癢, 我早上也不舒服 我頭還很生氣, 你摸摸 不是, 我不生氣 我平時頭很生氣 現在我不生氣就真的病了 我不管, 你要留在這裡陪我 大娘子, 你乖 你不舒服就好好休息, 還有吃藥 我不吃, 除非你餵我 好吧…怕了你了, 我餵你了 剛才喝的 來, 我餵你 明明是五花茶, 怎麼會這麼苦? 一定是紅梅舞樂堂 怎麼樣? 怎麼?很苦嗎? 真是苦得入心入心 我不管, 我不管, 官人, 你要留在這裡陪我 讓我苦中帶一點甜 大娘子, 你當我是糖的嗎? 幹什麼?大娘子 你怎麼樣?你沒事吧? 好了, 大娘子, 你慢慢解決 我拿些藥給大母人 我去找你 官人… 我快出來了, 別走 小娘子…我來吧, 藥薄好了 來…我餵你, 餵你吃藥 來… 剛好喝的 這是什麼? 這不是葛筋湯嗎? 為什麼味道這麼像五花茶? 怎麼會是五花茶? 我親手煮給你的葛筋湯 小娘子, 你真的病得溫溫 五味都不分了 五味不分? 你真的覺得我病得懵了嗎? 對…懵了, 喝了就不懵了 來吧, 喝吧 喝吧, 喝吧, 喝吧 喝吧, 喝好一點嗎? 好像好, 很冷 很冷?怎麼會?哪裡冷? 很冷? 我覺得…我的肚子… 小娘子 我的肚子很冷 小姐, 要不要敷一條鹽毛巾 在你的肚子上?會舒服很多 是呀… 老爺…不得了 夫人, 射到整身月亮, 起不了身 你現在快點來看看她吧 怎麼會這樣?好, 我看看她 官人… 小娘子乖, 我看大娘子 稍後回來看看 官人… 好, 快… 媽… 怎麼樣… 你的肚子怎麼樣? 官人, 幫我叫大夫 又叫大夫? 你不是看完, 藥都吃完了 你忘記了嗎? 我已經瘋得溫溫溫溫 什麼都忘記了 我不管, 官人, 你留在這裡陪我 全部不離 大妹在那邊也病得很嚴重 我勞你陪你一會兒, 待會我看看她 那我怎麼樣?你管她不理我嗎? 不是, 你兩個都病 我兩個都要管, 一事同仁 老爺, 不得了了 袁夫人全身發冷, 全都給了一身震 你快去看看她 冷, 我就拿個火爐出來 再不是拿到我房間的那個 再不是的話, 叫她穿兩件衣服 躲在那張房間裡, 包她暖 不是, 發冷這件事可大可小 我看看她 又來了 又來了? 你在這裡陪我, 我不要走開 我陪你不走開 這麼好 大娘, 你專心解決吧 阿芬姑, 你看著她 我出去吐氣 本人, 我走啊 特別特別, 這些是哪裡來的懷疑? 稟皇上, 是蒲端國使者送來的貢品 這些都是貢品? 皇上, 蒲端國沒有我們大宋的繁華富庶 眼前的已經是他們的自博 皇上, 蒲端國成衣十足 我國應該以金波羅和黃金萬兩回禮 皇上, 說明是回禮嘛 那人家送什麼給我們 我們回到差不多禮給他們就行了 不過, 要不要回金波羅這麼重手? 宗大人, 要不回得重手一點 怎麼可以彰顯我們大宋的國威? 皇承相, 國威不是用金波羅來彰顯的 皇上, 我們可以送四書五經 可以把我們大宋的文化 讓他們認識一下也好 宗大人, 那邊根本不懂得 我們的文化和字 你送四書五經去 不是德國擺子 皇上, 臣認為送黃金是最實際的 皇上, 如果可以用回禮的銀兩 去改善團兵的裝備 這樣才是最實際的 皇上現今國父充裕… 好了…兩位卿家不要再爭辯了 但是皇上… 但是皇上… 不要再黃了 轉話題, 朕說轉話題… 皇上, 不如討論一下徵兵的事 好嗎? 皇上, 臣認為現在是徵兵的成熟時機 皇上, 難得這幾十年國泰文安 老百姓可以優養生息 我想現在絕對不是徵兵的好時機 皇上, 如果大宋的兵力強盛 才可以隨時返宮遼國 臣請皇上下旨徵兵 請皇上三師, 請皇… 閉嘴 為什麼你們每次都是這樣 每次都要爭辯? 皇上, 臣提議多問一個人 最好還是問新人 以前還沒發過言 好, 秦少友應禮部考試的時候 在教戰手冊一提, 答得最好 好, 不如就由他作答來 依臣如見, 徵兵不代表是開戰 可以是團田和訓練 對大宋國防來說大有疲憶 秦卿家所言甚事 好, 小數服從多數 朕就採納皇上的提議, 徵兵 是 別走, 我問你 徵兵, 你為什麼剛才要站在皇安石那邊 我幫你不幫親而已 是嗎? 二舅兄, 你別這麼固執 多個敵人, 不如多個盟友 我只是想做個中間人 調和你和聖上大人的關係 我蘇東波, 用不著找皇安石做盟友? 你們終日在朝堂針鋒相對 搞到什麼政策都推行不了 那對國家對百姓有什麼好處呢? 你真的這麼為百姓謀福子嗎? 我就是一心一意為百姓謀福子的 我看不像 你還很懂得為自己的仕途打算 你根本做很多事 都是為了攀附權貴步步高升 我有沒有說錯? 蘇大人 有誰做官的不想步步高升? 沒錯, 我也希望步步高升 但是我是靠實力, 它也不同 你是靠嘴巴 你根本做很多事 都是有計劃、有部署 可能連娶小妹 都是你計劃的一部分 這件事我就希望猜錯了, 秦少佑 你這次肯定猜錯 我對小妹是真心真意 而且我不是只靠嘴巴 我是靠真材實料的 這邊是蘇大人 那個就是蘇東波 就說了, 她的嘴巴說掛著亡妻 誰知道一會兒娶一個田房 人就是抱著那田房 心就是掛著亡妻 兩個女人他都對不起, 真是虛偽 還有可靠消息說 說她的娘子還出家了 嫁著這種官人 真的有這麼遠, 要走這麼遠 是嗎? 一定是那隻河東師臣 把人搶出去 老爺, 你真的要快點指他才行 謠言指示者, 別跟那些無謂人 跟跟計較 今天要和大家說的故事 女聽眾聽到 一定會為女主人用通勝一學 蘇東波她自封情聖 蘇夫人含女出家 不是 應該是含女離沙 走了 好 二哥 你幹嘛?大妹, 臉色青青的, 不舒服嗎 最近經常都頭尺尺 看完大夫也是這樣 二嫂姐, 其實老爺也一樣 你哥哥, 我怎麼知道頭尺 簡直頭大頭癢, 肩頭暈 是不是因為二嫂呢? 她這陣子怎麼樣? 如果你自己想知道 你就親自去問二嫂吧 喂… 喂, 林哥來, 看著我 你不是連哥哥都不幫了嗎? 二哥, 怎麼不幫你呢? 你也知道了, 我在陳家做小事 哪有說話的地方 我給你一個鐘谷 學好三年, 學壞三天 如果你還不接二嫂回歸 她遲些就會變成另一隻河東絲 到那時候, 你就會跟我官人一樣慘了 女士同眠, 可不是慘過吃黃蓮嗎? 所以你要趕快哄二嫂吧 我真的聽二嫂她埋怨過 說你不夠關心她 其實只要你有一點點表示 真的不用大羅大鼓 搞大龍房這麼複雜 你說得這麼隱悔, 你簡單直接一點 行不行? 二嫂不是經常煮東西給你吃嗎? 稍後倒一會吧 你親自下廚 煮一些二嫂喜歡的菜菜 當然可以哄她 是嗎? 官人 娘子 你在做什麼? 寫菜單 我們去宴客嗎? 不是 我看先凡你和大妹病得這麼厲害 那就幫你們調補一下 娘子, 你喜歡吃什麼? 我喜歡吃什麼, 官人, 你知道的 是不是紅燒怨婷和花燥鴨子呢? 大妹妹就沒所謂, 幫我拿主意 不知道二嫂喜歡吃什麼呢? 又關她什麼事? 關她的事, 她也是客人 當然要預算她一份 你知不知道她喜歡吃什麼菜式的 雞、鴨、鵝還是魚、蝦、蟹 想清蒸還是紅燒 潤芝和我好姐妹 我喜歡吃什麼, 她就喜歡吃什麼 況且除了芫荽她不吃之外 她不選擇, 什麼都吃 她不選擇, 怎麼會選擇 就這樣嗎? 我還以為你會知道的很清楚 我們妹妹出身的 有什麼吃什麼的, 怎麼會選擇 不過… 不過什麼?是不是想到什麼菜式? 我記得有一次她看著碟菜 眼睛都不斬中, 流口水 什麼這麼厲害? 厲害了, 薑蔥魚蝦釀蟹爪 你這麼厲害嗎? 我隨便 薑蔥魚蝦不斬中 潤汁在這裡住了大半個月 你現在才來現身? 遲到總比武道還好 夫人, 我怕你外面的食物吃不習慣 所以我今天特地做了一道 你最喜歡吃的菜, 讓你嘗嘗 二舊兄, 你那天都不下廚 二舊嫂, 你看她一片苦心 你就下口氣跟她回去吧 人家夫妻之間的事, 你少管閒事 夫人, 你這道薑蔥魚蝦洋蟹爪 我知道你最喜歡吃的, 是我親手煮的 原來煮了菜真的這麼辛苦 讓我平時還在這裡驗三驗細 對不起, 真的辛苦你了 你和我一起這麼久 你連我喜歡吃什麼都不知道 我根本不喜歡吃蟹 你說, 你的心裡有沒有我? 我也知道冰封三尺 雖然非一日之寒 那首詞只是其中一個原因 而真正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和你成親之後 我還繼續去陸明園棉花熟樓 所以令你很難堪 那既然你知道我難堪的話 為甚麼你要繼續去? 因為我不想在朋友面前失威 所以我就繼續去陸明園 夫人, 雖然我在陸明園過夜 但我甚麼都沒有做過 我知道你每次去陸明園 你都找煙紅視尋 因為煙紅口脈 我給他錢就不會說話了 不信你問問他 幸好, 原來我和二舊兄做親兄弟 你說甚麼? 夫人, 你相信我 我記得我和你約髮三章 我說過, 成親之後你喜歡做甚麼就做甚麼 你喜歡去棉花熟樓, 我也不會說 所以就算我不開心 這也不是最重要的事 我難過的是, 我在你心目中永遠都是一個代替品 無論我多努力, 我做甚麼都好 我怎麼都比不上堂捨的 我現在要和一個不存在的人鬥 我還可以說甚麼呢 夫人, 我知道是我不對 我不應該經常把你來和他比較 相信我, 我想通了 是, 你唐姐是好 但是他現在不在了 我不能再經常懷緬過去原地踏步 而你就是我現在的妻子 我們兩個將來還有很多問題 要一起面對, 要一起互相扶持 夫人, 我需要你, 我不可以失去你 抱愛你 真沒用 三、兩下收拾就逃降了 老爺, 夫人 小娘子, 幹什麼?你很累嗎? 來花房休息一下吧 不用了, 我在這裡休息就行了 姐姐 你這麼不精神, 你先坐下… 不行, 姐姐還沒坐, 我不可以坐 還不坐? 是 真累了, 你就收拾了一間舖 都被你德常所願嫁進來 對了, 在外面還要對著那些牛鬼射神 回來就要我官人來服侍你 不知所謂 小娘子, 幹什麼? 先坐下 貝小姐… 你沒事吧? 小姐 小娘子 你別嚇我 你別嚇我 官人 小娘子 為什麼我又吐又暈? 因為你…你… 我…我…我什麼? 難道我患了筆子之症? 不是, 是你… 你…是… 是… 是…有了新人了 官人 你拿了所有東西, 撿走它 大娘子, 你…她… 你想說什麼? 大妹她現在粗生大小 你不可以趴她走 我何時說要趴她走? 姐姐, 你剛才叫春風他們 撿走我的東西 妹妹, 你誤誤了 放下箱子 我撿走所有東西 是用來擺放我的箱子 拿些笑罰出來 妹妹, 你現在有了新人 就要注意安胎了 每天看著這些大笑罰 將來孩子出生就懂得笑了 希望 還有, 從現在開始 你不可以這麼粗勞 要注意安胎 每天有空就看著字畫 看著書籍等等 將來孩子出生就懂得知父者也 還有 妹妹要看這個, 大南瓜 人家說要生慈菇丁就要擺慈菇 但臨急臨忙去哪裡找慈菇 南瓜, 南瓜一樣, 很容易投 慢著, 大娘子 南瓜瓜瓜式, 怎麼會很容易投 南瓜…南來我家 一定是生兒子的 官人, 你看那個丁 多粗多粗 對 總之到處給我擺滿它 這裡擺一個, 這裡擺一個 當時妹妹走到旁, 坐到旁 都能看到南瓜 連去茂廁也願望吃它 大娘子, 真棒 不用說 謝謝, 老闆 買了什麼好東西? 是便宜的 不用買綠蓉, 人心好補一下嗎? 現在簡單單煮黃奇檔心就行了 先溫補一下嘛 不是呀, 現在幼了, 九代單泉 之前吃錯的藥, 真是不用買好東西補一下嗎? 你不相信我就不要問我了 相信… 青松 是, 夫人 給我買些元寶立宿香回來 待會還要先拜蒼天拜祖先 不如一會兒先 現在馬上去, 馬上… 是, 馬上去 罵過也不行 大家這麼好, 姐妹 你老老實實跟我說 大妹幼了你真的這麼開心? 一點妒忌也沒有 當然不會妒忌 陳家有後一直都是我的心願 我弄了給貴Sir這麼久, 蛋也沒有 現在有人為他繼後香燈我 開心也來不及了 但是現在要你這個大服事的細胞 是金菠蘿, 沒所謂的 十個月而已 十個月之後 多了個孩子叫自己做娘 又不用我生, 又不用我痛 還要不用我身材走樣 隨便有聰明 娘子, 我看見你頭頂有光環 你這樣來遷就我? 不是, 娘子, 你太好了 你對我也好, 對大妹也好 對孩子也好 如果你說孩子是上天賜給我們的金菠蘿 娘子, 你就是上天賜給我的 什麼?金…金元寶 好了, 別說了, 走了 我再過兩個禮拜就回康騰診 送你一批線回來做禮 那…好吧, 見石老闆你是老主顧 我們這次就幫你說這一趟 不過麻煩石老闆 你要先下五十罐訂 那就拜託了 不用客氣 那石老闆, 這邊請 石老闆, 慢走 謝謝 不會, 小心提及 小娘子, 你累不累? 當然累了, 談到這麼大的生意 這個孩子真是好腳疼 真是開心, 陳家有喜 一事軒又有大生意 真是雙喜臨門 讓我快想想如何安排工序 不要安排 你盡快和我回家對著笑佛 其他的事等我來就行了 我和客人熟了, 這麼說話也比較容易 不如這樣吧 以後天天我出來一會兒 然後就早點走, 早點回去 早點對著大笑佛, 好不好? 不要 好吧, 反正我肚子還不太大 就讓小娘子出來活動一下 又可以開氣, 又對孩子好一點 不過你要答應我們 來一會兒, 坐一會兒就好了 要回去休息了, 知道嗎? 時候也不早了 我趁吉時之前 去鍾櫃廟請神回來 快點 妹妹, 我和官人幾經辛苦 才可以請多鎮宅真君回來 你要多點對著她 鎮宅真君不是貼在大門口嗎? 放在房間會不會…不是很好看 好不好看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可以保佑你大小平安 你記住, 每天早午晚 每天都要和鎮宅真君請安 要和他聊一下 那…聊什麼呢? 問她 bouncy女兒, 冷不冷 疒絕就好我又有點尖 也是 我叫紅妹姊女燕窩給你 我出去娶她 謝謝姐姐 做夢心的, 大娘子 怎麼樣?小娘子, 有沒有哪邊不舒服? 我全身都不舒服 你看看…滿天神佛,一屋南瓜 大娘也很緊張你 她們不知多疼你 官人,我想回去二哥那邊的胎 你說好不好? 當然不好,你操身大小 不如搬遷,這樣不刺你 那邊有二嫂三嫂照顧我的 這裡就有我們照顧你,放心 放心,大娘子雖然霸道一點 不過真的很細心,銀兩也不得了 總之,你放心在這裡養胎 參見皇上 不必多禮,清苗法如何? 眾卿家有話直說 懇請皇上收回清苗法 蘇卿家何出此言? 稟皇上,因為推行清苗法 就會令很多農民債抬高足 到最後就只會落得棄地不耕的下場 稟皇上,清苗法,濟貧民,益兼聘 原意是為百姓解困 蘇大人所說的事 我想也只是個別的例子 稟皇上,有很多地方官員藉著清苗法 強迫農民和老百姓貸款 而自己又私底下增加利息來逃離 到最後幫不了老百姓不僅 還會令他們百上加根 皇上,臣曾經在銀縣試驗清苗法 農民因為此法 獲得足夠的銀量去監鑿 所以臣認為此法確實可行 皇上,只是銀縣實行當然可以 現在說的是全國性推行 你知道的,各地的官員良有不齊 如果真的推行的話 受苦會是甚麼人呢? 就是農民和老百姓,那又不是這麼說 夠了… 你們兩位卿家究竟想怎樣? 又是爭論爭,沒結果的? 不用再說了 支持清苗法的就站在皇城上那邊 反對的就站在蘇卿家那邊 企圖應一應在中間這位秦卿家 你究竟想怎樣? 神…贊成…不贊成,都未知 皇上,這件事對大宋影響深遠 太急進或者太保守都不應該 神認為絕對不是一時三刻就可以決定 沒錯,只有幾個人來決定是絕對不可行的 跟朕傳令下去,明天一早 所有朝官準時入宮 朕要大家就清苗法作決 誰無故缺席,朕定必追究到底 遵使 一會兒江大人相約大家在陸名院 一定是商議明天清苗法表決這件事 你一會兒去到,記住要把握機會 特為而出 我去又不是,我不去又不是 去就怕得罪易舅爺 不去就怕得失黃承相 我還在這裡居住,我去了容許 他門也不開給我 但丞相的主張變法就正合皇上心意 但絕對不可以與皇承相為敵 為了仕途著想,還是跟從大多數 來,試試 好 很香 我不會的,不過喝下去甜甜,挺好喝 喝吧 當然了,這是蜜酒 我加了蜜糖去釀的 難怪我喝下去了 真的有一種甜蜜蜜的感覺 那要多喝一點,來 今晚不用等我去門 是 三姑爺,對了,過來 老爺,你要出去嗎? 是呀,約了一班糖尿 讓我早點幫你打點一下 讓老爺來可以再應俊一點 這些東西等我來就行了 況且我們老爺泥質天生 完全沒有難度,那又是 對了,二嫂呢 這張先前釀的蜜酒 今天剛剛夠時候,你們也試試 不,我稍後有重要事要談 不喝酒了 不怕了,一點無妨嘛 好,試試吧 試一點點 不錯 是嗎? 真是非常清香 而且還欣欣有蜜糖味 酒這麼香,不如讓一程給我 傻瓜嗎?大家一家人,讓什麼? 你們喜歡的隨時開禮喝 勢不相瞞 老爺等間要去陸名院 我打算他可以拿一程去請人喝 一定不失看面 要請人喝,一程哪有夠 我送三程給你 謝謝二舅叔 請人喝,現在什麼時辰? 日上三江,皇上 那蚊大臣去了哪裡? 他們收不到朕的旨意嗎? 皇上息怒 江大人和田大人都是身體抱羊 所以未能免勝 那其他人呢? 他們都是說自己身體抱羊 有沒有這麼巧合? 豈有此理 朕說過一定要追究的 既然如此 臣請求皇上改日才就清描法來表決 不行 怎麼可以為了這些臣子改其表決 皇上的威脅何在? 蘇兄家說得對 人少照樣可以表決 皇上,臣認為這樣好像不太公道 沒有不公道 要怪就怪他們身體太虛弱 來,開始 是,皇上 反對清描法的同僚就站過來我這邊 皇上,很明顯只有皇城上一個人 贊成推行清描法 乾杯 今天大宋廢除了這條惡法 真是天助善人的三弟 百姓終於有一頓安樂茶飯吃了 當然了,百姓好我們才好 來,多喝一杯,來 乾杯 那真值得慶祝 對了,之前兒嫂養了蜂蜜酒 不如叫她拿出來給你試試 三嫂,你不早點說 當然是喝我夫人自家製的 我準備好了 我準備好了 就說就到 嫂子 來… 有自家製的蜂蜜酒 喝完這杯蜂蜜酒 我就祝願大宋從今之後 天下太平 郭泰民安 好,來,乾杯 乾杯 乾杯 老爺夫人,外面有牙差 老爺和人士 不要喊,什麼事? 帶她回去,慢著 發生什麼事要帶我夫人回去? 黃潤之衛和一宗洛毒案有關 要帶回牙門 請蘇大人別阻差辦公 為何閉門審訊? 素夫人乃是朝廷命苦 辦事當然要內堂審訊 難道你想中門大開?公諸於世嗎? 我夫人光明靜大,怕什麼公開? 苦吻大人,我是冤枉的 究竟我犯了什麼罪? 未經朝廷允許私下釀酒 有沒有這樣的事? 有,但是我那些酒 我讓來讓自己喝 又不是買賣,根本不算犯法 大人,這三個酒程的底部 都寫有微生蘇家四個字 確是蘇家的產物 沒錯,那些字是我寫的 但是這幾程酒昨天才剛開封 我是送給朋友喝 我又沒收到錢,那天可以做證 這三個酒是在陸名院找到的 江大人,你想說什麼? 他就是說,尊夫人涉嫌在酒下藥 導致多名朝廷的官員雙韜下蛇 未能上朝面勝 黃鞋舌,你要對你說過的話負責任? 我懷疑有人為了游離自己的表決 夫婦串通凡事 簡直一派胡言 苦玩,此事人證物證俱全 絕非胡說 人證?在哪裡? 秦少佑,麻煩你復述一下事件的請問 是 你想清楚想錯才好說 我只是說了我自身的經歷而已 那說吧 昨晚我去飲宴,臨出門口的時候 就遇到蘇夫人,她正在幫酒開封 她送了三程自己釀的麥酒給我 我就打算拿去請客 接著跟幾位大人在陸名院 還沒過三巡而已,就又餓又不難 錢大人,你聽清楚了 秦少佑說我夫人送了三程酒給她 我就打死也不信 你可一個人把三程酒托到陸名院 大人,那有什麼可以證明 是我夫人預先下藥? 是呀,大人 更何況秦少佑是我三姑爺 我送酒給她喝,真是出於一番心意 不過秦少佑只要一程酒 為什麼蘇夫人你會多送兩程? 是不是怕藥力不夠,喝人不死? 混帳,現在喝出人命嗎? 只是喝到輻射而已 但是為什麼這麼巧合 又在表決之前那晚呢? 虎雲大人 其實整件事可能都是一個誤會 因為當晚我發熱發得迷迷糊糊 我的作弓未必可以作準 簡直不知所謂 陳大人 陳大人,請聽 是 虎雲大人,黃潤之先犯私養罪 再繼而在酒那裡落藥 企圖謀害朝廷的命官 阻撓朝貞,再犯下極大之罪 一意犯他,千言 大人,我根本沒這麼做過 我也沒這麼想過 陳大人,此案牽連甚廣 請你速速查明真相 還我夫人一個清白 虎雲,朝廷命虎犯事 你無必要公平、公正、公道 本官自有主義 此案事關重大 所以時候去查明真相 先把黃潤之收押大陸 容日再審,退堂 老爺 不用怕,我會很快救你出去 剛 好,我要飯賣 待會兒,餐士 不是被保留阿 美將的風光 Col submar